原标题 图名越战背负女兵透露最怕这个含着泪堆解放军的话 让人心酸 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国曾经和越南发生过一次战役 这场战役虽然只持续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前前后后投送了将近有四十万的兵力 而且期间还增援了多门先进的大炮 所以在火力上完全不输给越南 曾经在一次战役中消灭敌军数千人 俘获数百人 但是这被俘获的数百人都是越南女兵 如何处置这群女兵 当时成为了解放军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后来解放军以德抱怨 精心地照料他们 没事和他们讲讲话 这样一来二去 让越南女兵彻底放松了警惕心 甚至还把我国军人当作家人 当时越战结束的时候 中国把这些受伤的俘虏都安全地送了回去 他们哭着 用双手紧紧握住解放军战士的手 拿出彩色纸花体送给我们的解放军人员 愿中越两国的友谊如此花一样 永不言败 每次问到越南女兵在 中国做俘虏是否会收到不公正的待遇时 越南女兵的双眼都会含着泪花说道 在中国做俘虏会收到很人道主义的待遇 中国的柔化政策成功地 让越南的士兵人心开始逐渐地涣散 中国对越南的士兵可谓是以德抱怨 十分体现 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气量和高尚的传统美德 但是越南士兵却对我们以赞道德 背后放冷枪捅刀子 真让人心寒 各位说我们的做法到底对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